中国尊,北京第一高度新地标,这座始建于2013年7月的摩天大楼,位于北京CBD核心区,近邻央视大楼,国贸、京广中心等地标性建筑群,项目总投资达240亿,高528米,2014年6月8日,中国尊大厦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建筑。 中心大厦设计灵感,源自中国古代李济尊,因此有了中国尊的昵称,也因其高度在全球已建成的摩天大楼中,位列世界第九,中国第五,北京第一。 因此房间称其为,九五至尊大厦,中国尊有美国KPF运柱事务所与北京院,Group PBA设计团队,以及Altitude VPI,RWDIMVA等专业顾问公司共同完成设计。 无论是中国尊的外形,还是竹边的机理,亦或孔明灯及CBD核心之门户整体城市设计的空间意向,无一不再说明这是一座源于中国文化,立足于中国首都,体现北京未来的新建筑。 建筑高耸直入云端,表现出顶天立地之势,塔楼平面为圆角方形,且上下宽度渐变,塔底几何宽度为78米,腰部宽度为54米,顶部宽度为69米。 其外形自下而上自然缩小,形成稳重大气的金融形象,同时顶部逐渐放大,享受独在云端的无限风光。 最终形成中部,略有收分的双曲线建筑造型,使这一建筑林立在CBD核心区的摩天楼群中,也能明显体现出庄重的东方神韵。 在大厦与地面结合处,外墙形式变换以形成雨棚,通过木墙板块的错落衔接,减小了建造的复杂性,并避免采用热弯玻璃板以降低成本。 在顶部,主体塔楼形体是一个球体的凹面,以塑造活力造型与开放姿态。 主类条通高延伸到顶部的多功能商务中心,及大厅空间。 此类条末端位于第104层,并由含水瓶类板支撑的拉索系统取代,使视野更加开放。 作为八度抗震设防烈度区的最高建筑之一,中国尊为满足结构、抗震与抗风的技术要求。 其在结构上采用了含有巨型柱、巨型鞋称级转换横架的外矿筒,以及含有组合钢板简历墙的核心筒。 形成了巨型钢、混凝土筒中筒结构体系,为配合建筑外轮廓。 结构设计使用了BIM技术特别是结构参数化设计和分析手段,满足了建筑功能的要求,达到了经济性和安全性的统一。 曾经43.65米的正阳门是北京最高的建筑,这个记录维持了几百年。 一直到1959年,47.4米的民族饭店,才超越了正阳门,成为北京的最高建筑。 1988年,东三环边的京广中心大厦,突破北京新高度,楼高直接超过200米达到209米。 一时间京广中心大厦犹如鹤立鸡群,傲娇地俯瞰北京城将近20年。 2007年,国贸三七建成,330米高度成为地标建筑。 2018年,528米高的中国尊俊宫,刷新北京天际限制高点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